西晋王朝 宗室争权 八王之乱带来的战争 是此起彼伏 洛阳城 作为西晋的王都 已经被战火 跟鲜血 袭染了好几回了 这一次 习王司马炯兵败被杀 那么长沙王司马懿 算如愿以偿啊 司马懿 作为当今天子进会帝的六帝 入朝秉政 齐王原先独裁 现在无非是换了一个封号 变成他长沙王的了 长沙王司马懿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架空着自己的哥哥皇帝 指挥着百官 这可把那和奸王司马庸给气坏了 把他们那皇叔费都快气炸了 为什么 自己不是派着张芳 带着军队 去支援长沙王吗 结果 平定之后 长沙王司马懿 让这张芳带队回来了 对这个和奸王皇叔 表示感谢 借着皇帝的名义 急以封赏 再给俩钱吧 他马拥心想 合着我冲这俩钱呢 我不要钱 我想要那拳 都跟这拳玩命 要不怎么有八个王爷 命丧于此啊 现在已经死了一半了 还得接着有人往这火坑里跳呢 司马庸 在自己的王府里来回夺步 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啊 看来 要想夺权 我还得动脑筋 司马庸的全盘计划 都给打乱了 他又不能责怪张芳 派张芳到洛阳 是自己下的令 张芳没错啊 可惜天不随人愿 谁都不知道这司马庸的心事 这位和奸王贵为皇叔 却总想做一把辅政大臣 可是因为自己按照亲书关系 离当今皇帝进会的比较远 他不好直接抛头露面 二一个 他总想后发制人 所以就屡屡错过良机 您就拿这一次 长沙王司马懿 大战齐王司马炯 这件事来说吧 原计划 这和奸王是打算最后的胜利 归于自己的 怎么个最后胜利啊 最好是齐王司马炯 杀了长沙王司马懿 英明儿表面上 自己跟长沙王司马懿 那是连起手来的 他迟迟不发旧兵 要不然城里面都打三天三夜 没分胜负呢 他希望 这齐王司马炯杀了长沙王 齐王司马炯那人员 不用自己说 满朝痛恨 这真要杀了长沙王 那可是当今天子的亲六弟 这回自己这当叔叔的说话 就有分量了 要为长沙王司马懿报仇 带着兵马 冲进洛阳 再杀了齐王司马炯 那大权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自己就是一把手辅了 可是计划 他往往不如变化 他万万没想到 张芳一进的洛阳 长沙王司马懿那些兵马 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 那年他没这东西 反正在精神上 给予了巨大的振奋 有了后援了 一鼓作气 把齐王司马炯给打败了 这倒不要紧 关键 这位长沙王司马懿是齐王第二啊 你看 这家伙这独裁这劲 那跟这齐王没什么区别 你应该把我请到朝中 考虑考虑 是不是让我这皇帝的叔父 在这儿疏疏疼疼的 说了算呢 让我掌掌实权 一个倒好 把张芳给我打发回来 我那人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 派人送俩钱 合着我是穷极的生风 跑你那朝赏去了 我得夺权 老毛深算的合金王司马勇 提醒着自己 尽管要夺 也得分怎么个夺法 现在天下 不是你长沙王一个人说了算 我可以被你冷落在封国 但是那位成都王 他会答应吗 我看看成都王什么反应吧 这司马勇是老谋胜算 成都王司马颖 不是在夜城孝母呢吗 回到夜城之后 他又是开仓放梁 又是孝顺母后大门不出 这简直 大孝隔天 天下好些文武 好些百姓 不明真相的 还都夸这成都王 实际成都王司马颖 也是朝朝暮暮盼望 得到大权 他一直是遥控着洛阳 怎么他能遥控 那叫大司马 当年没辞官 辞的是荣誉 九夕不要了 官职 那还在身上认着呢 朝中也有他的眼线 现在自己的六哥司马懿 在朝中掌权 司马颖就觉得特别别扭 司马懿 觉得司马颖还荡害呢 你看 我是你的六哥 我评判有功 我保住了当今陛下稳定的皇位 可是朝中有点什么事吧 我还得跟你请示请示 从年龄上讲 我比你大 从职务上讲 还真就得问问人家司马颖 人家是大将军 所以经常的信使就往来于洛阳跟夜城之间 司马懿就觉得自己的十六弟太爱事了 你最好连那大将军职务都交出来 你就在夜城 老老实实 当你的成都王够多么好啊 有些事情 他已经就不去 向这成都王司马颖请教了 干脆 我一人说了就算吧 这消息 人家成都王的眼线 能不通病吗 可把司马颖气坏了 心想老六 你真够毒的呀 我没有帮着你去打这七王司马颖 可反过来 我也没帮着司马颖打你呀 评判的功劳有我一份 合着现在 你是忘恩负义 好嘞 你要这么冷落我 想从我手里夺权 你可就别怪我这当十六弟的 不尊敬你这六哥了 司马颖手下有谋臣 给出主意 成都王千岁 您得先看看和奸王 有什么计划打算呢 好 就这样 成都王司马颖派人 去见和奸王司马庸 这书指两个人的使者 互通有无 两位王爷是一拍即合呀 对 长沙王司马懿 不仁不义呀 他一点不讲究信用 大权独揽 他就是齐王司马炯第二 他要干嘛呀 他要夺位 他要争权 这危及咱们的陛下 咱们得联名上表 两个人联名上表彰 状告长沙王司马懿 说他心怀叵测 异欲图谋 加害当今天子 这纯粹 是在这拱火呢 您想 长沙王大权独揽 各地的表彰 他不得先过过目吗 当然这份表彰 他看见了 哈哈 气得长沙王司马一当 一脚 就把那公安桌给踢翻了 好啊 你个十六弟 好你个表叔 好嘛 这会儿 叫这十六弟 叫表叔的时候 这牙都快咬碎了 满腹冤仇啊 这哪是叫亲戚呢 这简直是叫冤戚呢 你们是真敢跟我公开挑衅呢 你不说我要篡位吗 不定咱们谁想篡位呢 现在你敢联名上表 我就敢让陛下降职 撤你们的官职 原先 和尖王司马勇 不是太尉吗 成都王司马颖 不是大将军吗 全免 借惠帝的口吻 下诏书 免去二王的官职 就给你们留一王号 我看看你们怎么样 这一来 可把和尖王司马勇给气坏了 心想 你不光不知难而退 你还敢赢男人上 这精神可嘉 你翻跟谁啊 我们两个人 你一个人 联邦派人发密信 约成都王司马颖 合兵一处兵发洛阳 司马颖的谋事之拦着 成都王千岁 你们是手足弟兄啊 说的简单 为什么把弟兄比作手足啊 这是一体啊 现在天下未定 你先自愿剁去手足 恐怕对你不利吧 你不能跟和尖王连兵一处 攻打长沙王啊 得了吧 成都王司马颖早就装累了 打上一次请辞酒席 主动告别洛阳 那是费得多的劲 咬着后槽牙装出来的 他不想离开洛阳啊 在夜地 又是震气灾民 又是假装孝母 这表演时间长了 他也累心累神的呢 我干嘛不痛痛快快 茶茶亮亮 做一回我想做的自己啊 你们少要多言 就这样 点骑人马 配合和尖王司马庸的军队 谁是那指挥官呢 还是那同父张芳啊 张芳这一回 是满腹的冤仇 心想光洛阳 最近我去了三趟了 每一回都没杀痛快 每一回都无功而返 他指的功劳是什么 应该让我的主子 合金帮助朝炳正 我才能得到高官呢 每次我家主人 都被冷落在封地 不得重用 这一回我要替我的主人 除去胸头恶气啊 这家伙哼哼报叫的 带着人马就奔了洛阳 大军兵为洛阳城 把长沙王司马懿给弃坏了 真动手啊 他连忙面见进会的 皇兄 陛下 现在 合金王司马庸 成都王司马颖 连兵造反了 啊 这位傻乎乎的敬会的 最近这段时间 饭吃的也不香 为什么 自打善让开始 一会儿是金庸城里边被冷落 一会儿又在日高无上的宝座 接受百官朝拜 一会儿这个哥们造反了 一会儿那个弟兄起兵了 他再傻 他不是纯傻子呀 他只是智商比一般人低 他琢磨了好几天 也没琢磨明白 哪个人跟自己亲 哪个人跟自己远 可是这司马庸 前者不是帮忙 平灭了齐王司马炯 怎么他又造反了呢 现在他全听自己这六弟的 老六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呢 陛下下旨啊 他们两个人 有谋反之罪 应该调动各路兵马前来勤忙 纠集京师中禁卫军 与之拼死相抗 这傻皇帝擦着嘴 怎么擦嘴刚喝完肉粥 那就按你这么说的办吧 有了皇王圣旨 长沙王司马懿 嫡气足了 借惠帝口吻下诏书 和尖王司马庸 敢于举大兵进京师 成都王司马颖 敢于助纣为虐 朕 必将新帅六军 诛杀此二奸宁 献命 长沙王为太尉 都督中外诛军士 统帅全军 抵抗 叛军 什么太尉大将军 收回来都归长沙王 一个人的了 这道旨意传出来 和尖蒙 司马庸 气得肺都快炸了 火速命令张芳 急速行进 越快越好 不已经到了洛阳城跟前了吗 别等着了 您看这旨意 里边没打算服输 那咱们就攻城吧 洛阳城里有多少人呢 调集兵马 长沙王司马懿 统领二十万军马 开城 与张芳大战一处 有二十万人 那可不少呢 反正晋卫军 是主力 还有一些杂牌军 盛世浩大 冲出城来 有皇帝的圣旨 这就是一种精神的粮食 洛阳城里冲出来的军队 他们心里边心安理得 这是外边的要造反 我们是奉了皇帝的命令 我们名正言顺呢 组组打了一个月 张芳大败而归 把这张屠夫气坏了 好得都这么些人呢 张芳带的不够十万人马 现在人家是二十万 他真打不过 打的是四散奔逃 洛阳城外有一处河流 叫七里建 这水里边 全是死尸啊 死尸多在什么程度吧 水流为之而堵塞 水都流不动了 长沙王司马懿 大获全胜 马上收拾人马 就在洛阳城外扎营 看看 还有赶来的吗 有人劝劝 您别在城外扎营 尽得洛阳城里 关闭城门多好 用不着 这帮残匪余孽 还有什么势头吗 就在城外了 也太骄傲了 张芳兵败 他也不服输啊 点七人马 还有三万呢 够了 今天晚上 咱们连夜 攻城 先冲他的大营 然后咱们抢城门 进洛阳 咱们一听 张将军咱们刚刚败 嘿 张芳瞪了瞪大魂眼 兵家胜负 常有之事 他一定放松戒备 今夜 可成大事啊 当天晚上 带人马返扑 长沙王司马懿 措手不及 放松警惕了吗 要不这打仗 就怕轻敌 掉以轻心 换来惨败 败的打开城门 游得南门进去 他就想打北门出来 能出来吗 城里都听他信了 王里怎么一败先冲进王宫 晋慧帝在那等着呢 六弟神色匆匆 这时 哎呀 皇兄 陛下 咱们得走啊 叛军 已经杀进城来了 那什么时候 现在就走 不容多解释 车账早就备好了 长沙王司马懿 与其说是掺着 不如说是拽着 旁边人们跟着抱着架着 把这胖乎乎白白嫩嫩的 傻黄帝 就算架车上了 有人 投钱带路 残兵败将 保着进会地 冲出洛阳城 北门 是弃城而逃 后边张芳 紧追不舍 进南门也出北门 仰看 就追上了 长沙王司马懿一想 我有当今天子 我怕什么怕呀 看看还有多少人吧 虽然说猝不及防 被打败了 这还有十万人马呢 站住身形 调转方向 命人 把陛下的车杖 推到前面去 啊 大伙都傻了 怎么 这深情半夜的 飞黄如雨 这要是把皇上伤着 怎么办呢 伤不着 前面有金甲武士 拿盾牌挡着 让陛下 在咱们队伍的最前面 我看看哪个叛臣 敢进前一步 司马懿 是突生了智谋啊 什么叫 打得名正言顺牌 皇帝就是最好的王牌 我这有天子 哪个人敢 进前造寺 这一下 这些败军 又都来得神了 大伙拥着 进会地 往回来冲 把张芳吓一跳 怎么都退回来了 张将军 皇帝陛下来了 一听说 皇帝二字 张芳也有些心虚啊 真的假的 惊了傻了的 他也是天子啊 这 他这么犹豫 司马懿的军队 一个冲锋 把张芳这人马就冲散了 转败为胜 又冲进洛阳了 张芳 虽然偷营成功 半途而废 又退出洛阳城 四门紧闭 长沙王长舒口气啊 他看了看自己这傻哥哥 多亏陛下呀 严加防范 这回可不敢到城外扎营 满朝文武 心里边这难过呀 你们哥们弟兄 打到什么时候 算是头啊 有人就连夜 投奔了成都王司马影 到那儿 去劝河去了 成都王的军队 也在城外扎着呢 等等这张芳杀的情况 看看怎么样 现在安兵不动 最好别进攻啊 告诉成都王司马影 本是手足弟兄 应该化干戈为玉帛 你们两个人 共同复正多好啊 司马影 根本不听啊 今日要化干戈为玉帛 何必当初 他弃我于朝堂之外 这几个大臣一听 没敢说话 是人家长沙王把你轰出来了 还是你自己出来的 他们不知道成都王司马影 怎么想的 现在这仗只有接着往下打了 张芳心想 第三次了 我必须把洛阳城拿下 我呀 我把你水源给你断了 这张芳 命人断了洛阳城的水源 把洛阳城东那大蓄水池 那滴给炸了 那城里边用水发生困难 梁架跟着就上阳 城里边人心惶惶 司马懿也是万般无奈 手足无措 揪头烂额心想怎么办呢 冲出去往哪跑 守着守不住了 有东海王司马月 暗动心机 东海王司马月 跟那何坚王司马庸一样 论着辈都是皇叔 现在任大司空之职 司马月为自己做盘算 这再打下来 洛阳城一破 张芳屠城 所有跟着长沙王的人都好不了 眼看洛阳不保 我也出不去 我得给自己琢磨琢磨 不能被人家杀了呀 东海王暗中命令武士 半夜之中 趁人不备 冲进了长沙王的大仗 就把这长沙王给抓住 抓住长沙王司马懿 跟着城上竖起了白旗 向张芳投降 张芳这高兴啊 光掐了水 你们就这样了 进城纳降 东海王司马月 拥护成都王 何坚王有功 当然不再被杀之列了 那这长沙王司马懿呢 可不张芳恨坏了 好几次我都要取胜 被你给打败了 你会什么呀 让我好几次受到了侮辱 你侮辱我呀 我要你的命 有人劝他 你等等成都王 等等何坚王 回来再处置 他毕竟是王族啊 什么王族啊 张芳摇摇头 咱们的王爷恨死他了 他要挟天子 一会儿出城一会儿进城 他要干什么 要造反 来呀 搭起篝火 把他给我烧了 好狠张芳 跟任何人没打招呼 就把这长沙王司马懿 当今皇帝的六弟 绑在了吊杆之上 长沙王是破口大骂 好你个张芳 你敢谋害亲王 张芳都没搭理他 亲自拿火炬 点燃了柴草 砰 烈焰飞起 是火烧 长沙王